我跟各位说美国的大律师施仁格先生到说话来跟我做对话节目聊天 后来我们晚上出去吃摄杨肉 他那么胖了 他体重是我的三倍 吃摄杨肉吃的居然跟我想象的 完全没有 我以为他不能吃三斤五斤的 没有吃的很秀气 他说这个胖人也是愁啊 吃的不是很多 但是呢产出很好 他这个资源节约型的胖子 我跟他一块来还有一帮美国人 所以我们就聊了一些有意思的事 关于美国政治 但是我就问东问西问了很多事 我从他们那了解到的 关于美国大选的一些有意思的事 跟您讲一讲 比方说刚开始特朗普的民调如日中天啊 特别是特朗普演讲 然后呢被二杠十五死当给蹭了一下耳朵 那事发生之后 大家都美国国会把特勤局长找来开听证会了 开听证会有很多内容 咱们一般就看个简讯 或者看看国内媒体的报道 但是呢 美国人家英语好呀 人家母语啊 就看整个听证会有意思 大家你看现在看这块面 负责特朗普安保的特勤局的局长 就是这女的 他这个女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没结论呢 他被撤职了 他这个女的原来是美国百事可乐的 负责保安的这么一个头 因为跟拜登两口子都有交情 所以干脆来 你就做美国公务员 美国特勤局的局长 然后呢 特勤局局长在听证会上就回答问题 议员们怒不可 说为什么 为什么不事先控制 那一栋100米左右的建筑 枪手可以使用那个建筑 你为什么不控制 人家女特勤局局长回答说 对不起 因为那栋建筑在警戒线之外 嗯什么 李特朗普只有一百多米 居然在警戒线之外 嗯是 他就这么回答 心里有数啊 有个老猪腰子 他白着眼神 瞄着那帮国会议员 又问 那你现场是不是使用了无人机警戒啊 sorry 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不回答 那再问 在枪手开枪之前 已经有人看到了枪手 并且报告了特勤局说 有人他有枪 问特勤局你为什么不采取措施 特勤局长回答说 那是因为不觉得他是个威胁 议员们非常愤怒 说难道只有他开了枪之后 才能成为威胁吗 难道你不知道开了枪会产生什么结果吗 当时有个情况 大家都知道 就是特勤局的一个狙击手 发现了这个人的位置 然后呢 在这就向特勤局长请示 要不要击毙 得到的指令是no 问到这的时候 特勤局女局长演了两个节目 一叫装傻 二叫冲愣 那现在问题来了 马斯克先生如此聪明绝顶之人 看到听证会会作何感想啊 天呐 特朗普到底能不能活到总统大选 11月 这不好说呀 这明明是有意制造一个机会 要干掉这个老头啊 我每月打给他几千万 我傻了 如果有一股强大的背后的力量 就是要搞死特朗普 如果很不幸 特朗普真的就被干掉了 这一次不是耳朵蹭掉一块肉 而是爆头 马斯克倒吸一口冷气 我那小两个亿的美元 你不打水漂了吗 水漂没响 对不对 还有他们讲的一个情况 很有意思 说这个哈里斯啊 哈里斯傻笑 哈哈哈哈 魔性的大笑 哈里斯这个人也是非常有意思 现在在网上看到他就是个没脑子 哈哈哈哈傻笑 但是他接替拜登成为民政党候选人了 刚刚接替这候选人的位置 这女人锋芒毕露 哈里斯第一场竞选演说 哇塞 哈里斯的认识观感 跟我聊天的美国人说 哈里斯绝不是个善茬 这女人当过检察官 是吧 有人说她小三上位 那是媒体报道的语言 她的认识 她的水平 她的资质 她的应变能力 还有 你以为傻笑很容易吗 如果她就是傻笑 众目睽睽之下 那么多人她笑得出来 很多人做个自媒体节目 小脸都绷着 很多领导干部拿稿子念 都念个魂飞魄散 你以为在众目睽睽之下 你从容不迫很容易呢 你以为你谈笑风生 然后非常松弛 我又想起奥业会开幕式 你松弛很容易吗 让你留个大胡子 然后弄一个女装 满身涂蓝了 你在众目睽睽之下 你表演 你的柔软的身段 你以为很容易吗 不是很容易的 哈里斯这个人 绝不白给 全程脱稿啊 控制节奏 把握尺度 逻辑叙述非常分明 这女人显现了自己的亲和力 简直就是第一流的演说家 政治明星 好家伙 说啊 民调就上来了 现在特朗普跟这个哈里斯在一起 民调的结果不分伯众啊 可以肯定的是 哈里斯的吸引力超过特朗普 那既然如此 我干嘛要给他两个亿啊 这就是马斯克心里想的事情 现在离十一月 还好几个月呢 八九十十一 这三个多月有什么变数啊 不知道呀 我问 我说那哈里斯肯定能卷上了 他说那也不一定啊 但是现在哈里斯 他竞选费用已经超过三个亿了 特朗普现在不到两个亿 马斯克反悔很正常 如果石油巨头那十个亿拿不到的话 特朗普就瞎了嘛 还有特朗普以前啊 他以为对手就是拜登 花了大量的钱 攻击拜登 打广告 现在全都打在棉花上 人换人了 你打不着了 打的是老头 结果现在来个中年妇女 我说那特朗普的一个搭档 能起什么作用 他们说还不说这个万斯还好 万斯啊 他就是特朗普的小一号 比他年轻 但是他的极端的观点 比特朗普还极端 特朗普有什么缺点 他就放大什么缺点 那好 万斯这个人 对争取中间选民 摇摆州的选民 女性选民 一点作用都没有 所以按照他们这些人说法 我觉得那不是简单的 马斯克为什么要反水不翻脸的问题了 现在根本的问题就是 特朗普现在悬了 有点威呀 您认为呢 好了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南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